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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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永玲 我覺得舞蹈器帶給我一種修行 對生活的修行 生活中我會佈置一些東西 例如種花 種種盆栽 之前十年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生活 不會在家裡佈置得那麼細緻 在這兩年 就會慢慢開始 珍惜每一件事 和珍惜每一個人 珍惜每一個意見 然後感受 和珍惜當下 記得有一次我去了何英鋒的 網站劉白之間的 觀星陣 在那個環境裡面 其實是很自由的 感覺是很舒服的 它很像一個表演 但它又不像一個表演 我覺得最大的啟發 是幫我去觀看一些事物 和一個演出 或者是一個舞蹈的作品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 和不同的方式去欣賞 和去分析那個作品 之後我去了倫敦 Way McGregor 那個公司的交流 去了那次的交流 其實我也有很多得著 因為之前的一些 何應鋒的 一些經歷 我去到那裡 我第一次去看Way McGregor的作品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我看到那個畫面 Danser 他們是不停地移動的 其實 我當時理解的是 沒有什麼內容移動 是我根本就不明白 原來Way McGregor 他是用一些文字 圖案 和思維 和幾何圖的一些形象化的東西 投入在Danser身上 我在Danser身上 動作上 我看到有這樣的畫面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例如說 好像中國舞 我們有些奏在那裡 有奏在那裡 這樣伸手出來 可能就是撥那件衣服 如果在Way McGregor 他們的方式 如果這樣伸手出來 可能就是半圓的畫面 或者他在想一樣 水抹 點出畫面 其實我很欣賞 楊雲濤和我們排舞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給Danser一種壓力 我覺得這一點 是令我覺得最舒服 和合作最愉快的一點 對 其實我覺得一個個性的舞者 和一個個性的藝人是有分別的 可能一個個性的舞者 你怎樣個性的舞者 你都要聽編舞的說話 因為你要一個個性的舞者 但是你又要做得很全面的舞者 其實你跳什麼舞 你都要像什麼 比如說 編舞要你跳蒙古 你就要像蒙古 編舞要你跳content 你就要像content Danser是要全面這樣完成 和配合到編舞比的要求 所以你會繼續看 在這裡 為止 如果有一個男人 你會的那種舞的 我會說 很多人都要做的 所以我會跳得很明顯 是你會跳得很明顯 要玩笑 我會跳得很明顯